模特儿脚踩八仙桌 提灯笼拍时尚照 看似优雅 却被广东潮汕的民众 骂翻了 因为传播公司 把无知当时尚 潮汕网友表示 这是潮汕人追忆宗公祖德 凝聚异族人心的祠堂 脚踩八仙桌 是对传承千百年文化的践踏 无法容忍 网友称 神圣的八仙桌 小时候站过一次 差点没被我爸打死 由于八仙桌在潮汕地区 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被视为对祖先和传统的尊重 常用于重要场合的祭祀仪式 因此模特儿的这个动作 触犯了潮汕千年文化 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弹 如果我今天表达潮汕文化 潮汕同胞认为不对 那就是错 目前已删除所有发布内容 镜头转到北京 千年古寺 谈则寺 不时有穿着暴露的网红 前往拍照 有为佛门的亲近 妙方日前下了主颗领 只要不以为商业目的的话 是个人解号的拍摄 都没有问题了 重点是网红直播拍照还带货 而且越来越泛滥 让寺庙顿时染上的浓浓铜臭味 不得不整顿 希望回归到他该有的朴素敬仰 TVBS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